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五 最近华为的机器不是都掉价了吗 很多人都喜欢华为保时捷的外观 但是价格呢 又很高 今天呢 就有一款2000多的华为保时捷 而且机器还是原装的 那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一起去市场看一下 手上这台机器呢 就是这位江苏的粉丝 在我们这边花了2000多入手的华为mate202s保时捷 机器品质呢 也是非常不错 外观成色可以算是一个95成星 因为它的边框有点小磕碰 但是不影响使用 只支持4G网络8加512G的大内存 芯片方面采用的是麒麟970的处理器 支持指纹面容识别 后置三色 电视容量呢 也有4000毫安 目前市场行情的话是在2800到2900左右就能入手 乃而日常生活使用个两三年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但是运行高配置游戏这款机型相对来讲会比较卡顿 荣耀30polo这款机型呢 在市场也是非常畅销的一款机型 因为它的芯片采用呢 也是一个华为的麒麟芯片 也是支持鸿蒙系统的 像大家都知道 华为的芯片是非常缺失的 不过不得不说 鸿蒙iOS系统确实是好用 手上这台呢 也是一位广东的粉丝 在我们这边入手的荣耀30polo5G版本8加256g的 目前市场行情的话差不多是在2500左右就能入手 苹果12polo max这款机型呢 最近市场行情也是一跌再跌 我们手上这台呢 是一台黑截256g的 目前市的行情呢 是在5300左右128的话 差不多是在4800左右就能入手 手上这台机器呢 也是一位北京的粉丝 在我们这边入手的一台机器 可以看到外观城市呢 非常不错 边框的话也是有点轻微的小颗缝 但是不影响使用 屏幕方面采用的是一个6 7寸的欧赖的屏 显示效果非常细腻 内置搭载A14的处理器 后置1200万的像素 不论是作为主力机或者游戏机 使用个三年左右 体验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机器 耳机的话 手上这台1562m的二代蓝牙耳机 已经称霸市场很久了 品质也比较稳定 续航一天可达10个小时左右 三代最好用的就是这个1562a的芯片月虎版本 降噪效果和使用体验都很棒 四代的这款目前也是市场的最顶配 若达156m的芯片 音质续航都很好 本期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更多华翔北淘鸡视频的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